下午的四點五十七分 我們有個最近消息 來自日本 是今天臺灣時間 下午十點半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傳出在奈良 替自家自民黨議員候選人站台的時候 被槍手拿槍枝射擊左胸以及頸部 送匯之前已經失去了心肺功能 而在下午四點五十七分 我們收到的最近消息是安倍晉三 在經過五個多小時的搶救之後 還是宣告不至 享受六十七歲 那稍早我們也從外電消息一看到 他的太太 也就是安倍昭惠 是已經來到了醫院 要見這個安倍晉三最後一面 那現在目前宣告不至的這個消息 也已經由自民黨的官方來做證實 就是我們手邊收到的最新消息 後續有最近狀況 持續帶您更新